这里我来介绍一下关于MARCH3的安装云使用 这里是基于Motion控制卡 首先用MARCH3V3.043.066的版本进行安装 安装在CMARCH3的目录下 这里并可启动给取消掉 好了 英文版实际上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里是没有破解的 这里是呆默状态 强烈是英文的 好了 现在我们安装一下破解文件 这里有一个调整好的界面 里面有号码破解 这是一个六周中文界面 靠进去 全覆盖掉 这里已经焊化掉了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里是焊化掉的 你可以看见到 这里我们用USB的控制卡需要装一个插件 这里我们在根目录下找到插件的文件 Motion.dl拖到这里面 当然Motion的配置文件已经处理好 另外就是大家不知道该如何配置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初学者接线和配置举例 是一个Motion.xml文件 拖到Motion的安装根目录下面 覆盖 好 我们再打开 这里是Motion的控制卡了 我们可以看到Motion的优质比设计 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参数变量 这里我另外就介绍一下基本的一些设置 经常我们问到的就是跟并口有些不一样 这个地方内核速度一定要放在25K这个位置 它不是Motion的内核速度 只是会影响到那个给进的一个速率的计算 所以你用USB卡的时候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 跟它的脉重频率无关 请大家注意 重要的事情我也说三遍 另外就是轴的 这个轴的选项 比如说我是四轴的 我就XYZA 我全选上也无所谓 全勾上了 好吧 另外就是Step Low 一般的情况下是打勾 另外就是这个DIR的Low Active 控制DIR的方向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两个轴的运动方向 跟我们的实际机器对不上 这个时候需要勾这里 把原来的勾改成X 再看看对不对 不对 再改 总有一个方向是对的 对吧 另外就是输入口 你要是依照于我们这个实物图 看一下 就是按Emotion这里面的逆举的实物图 来接线的话 它就有一个基本的配置 XYZA B的软点开关 我们在这里12345 从X轴的线位 从6开始 I6 I7 I8 I9 后面你有ABC 也照样讯息往后填 这里接了一个对照器 就是最简单的 这是对照器 有简单的对照块的那种 对照器一般的情况 这个就是从输入口 接线线 到常开的那一组开关 再到D 这里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这里是卡式默认出厂状态 它那个板上有一个J5的跳线帽 是闭合的 相当于是这里的正午幅 和这里的Icon是短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这个是可以接干节点开关的 所以我们这里画的图举例 都是干节点开关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用接近开关 千万注意 要把板上的J5跳线帽给断开 这样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说三遍 再说一次 PC表板上的J5开关 断开才能够去接二十四伏的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的选型 NPM PMP都可以 因为这个NMUSIN的新版控制卡 它的输入口是双向光偶 这个是公共端 其他的是输入口 公共端 共地 共羊都可以 这个前提是再说一次J5的挑线帽 断开的情况下 出厂是短接到正午幅的 你直接把二十五干上去 绝对是烧板子 好吧 请大家千万注意 我再说一遍 另外就再啰嗦一下 这个卡什么基线的事 老是有人问 我也再说一次 比如说一般的 不仅驱动器 它是光偶的输入 对吧 有一个plus正 plus负 DR正 DR负 我们把plus正 DR正 短接起来 接控制卡的正午服务端子 再把plus负 接脉冲端口 比如说这里是Y stand YS 这里接 DIR负 方向信号 接YD YD Direction 好吧 这里有一个正午服 这里有一个D 和这边的正午服D 是同样的 另外就是这边 大家感兴趣 这里有个E 五服 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是24伏电源进来之后 经过线性吻压产生的五服 跟这边的五服是隔离的 希望大家需要仔细理解一下 另外这一张图里面 有介绍到关于直接接这种线圈的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的一个接法 我这里就主要介绍一下直接接那个继电器 那个机械的继电器是怎么接的 因为这两边地是隔离的 要用这个直接驱动继电器的话 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里DGND和这开关电源的D 接在一起 另外就是D-COME 这个是一个续流的二级管 需要把它跟电源的24伏接在一起 电源的24伏接控制卡 这样另外一端接到输出口的 比如O10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的O10就可以控制这个继电器了 这是在直接接继电器的情况下 但是这种情况 最好是加一个接电器的驱动绑 或者用固态接电器 实际上固态接电器现在的价格比较低 最好用固态接电器 免得麻烦 这里固态接电器可以用这么接 这里是24伏电源 这里是一个输出口 输出口O3到O16是隔离的 是一个光电就是光偶输出 光偶输出的话可以驱动这种固态接电器 而信号要求很低 我们这里24伏信号输出输入 输入之后通过O13输出来控制 进行开关断状态 这里是连接到220伏的火线上 或者是可以 不太影响 另外也介绍一下这张图里面的 关于辨评器的解法 很多人问 实际上辨评器这东西很简单 它要求的就是一个电压信号输入 另外就是一个启动信号 有的是正转信号 有的是反转信号 正在麻烦组合 这需要对辨评器进行设置 要对辨评器很了解 根据辨评器的手册 进行一些参数配置 这里我就不细说了 现在这里是一个通用的辨评器 评论器简介接着刚才的说 我们的评评器有一个磨点量的输入 有的是AVI 有的是FVR之类的 这样根据辨评器的手册来 只是要一个磨点量信号输入 再加一个启动信号 千万注意 不是那么复杂 天天问也是比较方 我这里就把正盘转信号 接到了O15O16 P2M的信号 直接接到AVI 因为那模型出厂的时候 是默认是有一个跳线帽子 设置在0到10伏范围输出的 P2M 另外就是把这里的模拟地和数字地 短接起来之后 跟这边的EGND 也就是开放电源的地 接在一起 应该没有其他的可以说明的了 接线已经说完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关于一些配置的问题 刚才说到开关的问题 刚才是一张图是机械开关 就是那触点开关 我们把X正负 就是X的极限开关 线位开关 正方向 副方向 全接在一个口线上 这是可以的 特别是NPN型 OC门才行 NPN型 因为有一个LED的指示灯 还不能并联 如果是全触点开关 是可以公用的 我们把那个正极限 副极限 可以都破为6口 低电频有效 打勾的是低电频有效 不打勾的话 高电频有效 所以要根据你的开关状态 来进行配置 这原理开关 接在是2.1 就是IN1的口上 方口号都是2 这里是低电频有效 这个基本配置已经完成了 说实在 另外就是我们 刚才说到的正反装控制信号 我们可以设计一下 一个是O16 O15 两个开关 低电频有效 这个应用一下 再看图桌这边 麦宽调制控制输出 顺势针是output-1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output-1 好 我把历史针改为2 output-2 一般情况下输一个正转信号 就可以了 大家不用做反正控制的话 好吧 应用一下保存 就完成了 下一步 电机的调试 这里呢 我以 那个 你驱动器上 有16细分 16的话是3200 16细分的 我们 这个 我们的岛层就是石岗转一圈 它会推进多少毫米 一般是5 这一处就是60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填60 我们的速度 一般情况下 物件电机最高时速是400 这儿每圈 400乘以5的话 按道理是2000 最高 一般不要超过这个值 然后我们的加速度呢 可以设大一些 也不要太大 因为设计到 别的电机的刚性不好 那就是说那个 启动 依据 要求 依据比较高的话 电机功率有限 所以加速度要设计 设的不要太大 这样 会 声音比较大 就是停止和启动的时候 声音比较大 我可以设一个尺寒 其他的时候 先设完之后要保存一下 这里面的数字就不用管了 不管它 没什么意义 对于 那个并口控制 并口控制的话 是有效的 窗口控制 就是USB口控制是无效的 没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设成2000 加速度设为4吧 前面 长得XYZ 四组 这个射程 640 速度 2000 这里是自动算法 它 去不了整 所以 一般情况下 有点迂数 不管它 这里A轴 A轴的算法跟XYZ直角坐标 是有些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以度为单位的 我们这里是16细分 3200 2 除以360度 乘以你的那个 减速机 比如说20倍的减速 这得到是177.77 保存一下 最高速度 嗯 这里的速度是设置的东西 45 400 2 算一下 400 2的最高速度 乘以 除以20 20倍的减速 乘以 360度 7200 我们也不用设那么大 设个6000 保存 加速度 4到800 保存 旋转转车都是这么设置的 我们可以设置ABC都这么设置 这样就完成了 另外呢 经常问到的就是关于主轴的设置 一般情况下最高转速24000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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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一般情况下是以公件坐标的偏移向上才升20个毫米 按停止键是 就是Z轴移车的安全高度 我们这里可以打个购 所以一点停止 它就会退到20的位置 这是公件坐标 我们一般用手轮控制 我们的刀夹到公件坐标的地方 进行清零操作 之后再载入基代码 载入 载入一股骷髅的基代码 轻转开始 它就可以加工了 这个我就不用再做演示 这里按Table键 可以出一个副键盘 经常问到的就是 关于手轮怎么用 这里我们有一个MPG控制 这是我的中文界面上面写的是MPG控制 原英文版是Shark Mode 还有其他的写的是什么穿梭模式 意思是一样的 位置主要是关心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的按钮 按一下把它打在多部状态 这样的话按手轮上面的白色按钮 按住不放 在旋转选择 选择xyz的选择轴和选择倍率 呃 乘10乘100 这样就可以动作了 摇动那个手轮上的把盘 它就可以动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要把那个白色按钮 按住不放 才能够操作 并且让这个灯 一直闪烁 我们这里关掉 一般情况下没有手轮 情况下就是用点动 这里用振幅 或者是用快据方式 左右光标键 上下光标变 光标键来移动 另外就是说可以这个快据方式可以配置 就系统热线里面 x正负 就是按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 要设置一个a来进行正转控制 点一下a b来控制 s进行反向控制 按一下s 我们现在恢复一下 正转 反转 有光标 另外就是有的时候界面 有的时候界面 我并且不是那么大 比如说我在窗口显示状态下 这个就显示的不太好看 我显示不全 怎么办呢 加载一下界面 把这个102423再转载一下 它已经叫全屏了 再按tip键 就出来的复键盘 好吧 我们要全屏的话也是一样 再打扰一下 全屏 另外就是有一个脚本的编辑修改东西 就按点脚本 我们这里对刀经常要修改的 这个我已经是修改好的脚本 里面就是F10的进击 再加30毫米的向下探测 这就是结束之后台10毫米 好理解吧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有问题后面再跟我交流 谢谢大家